馬關國中棒球隊 棒棒棒 我想縣長跟我 跟王毅也 跟王子太是心情都是一樣 這是我們對馬關特別的關係 馬關跟我們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做 祝福各位未來各方面都進步 能夠發展得更順利 大家加油 祝福的話 恭喜的話永遠不嫌多 還是那麼一句話 大家辛苦了 以大家為榮 棒棒棒 謝謝 你們永遠都是馬公來的 你們為馬公創造的這份榮耀永遠屬於大家 將來如果還有更多的需要 我想我們管丟家 還有總幹事業很支持我們 那一定會為大家舉例的爭取 如果能夠跟台售企業來媒合 將來就是說他們組一個球隊 那退役之後 像現在台電 台電的排球一樣 那退役之後就可以到台電去上班 那退役之後可以到台售六星去上班 那我相信會吸引更多的小朋友來願意打球 非常開心馬關國中的孩子 棒球打得非常好 那一直一直都在進步 是我們馬公的榮耀 那最重要這一次在澎湖的菊島盃 還有新北市的主委盃 都榮獲季軍 非常的優秀 那之前在華南金控他們拿到第五名 那我們看到孩子有非常明顯的進步 所以今天最重要是給我們孩子加油打氣 那也看看他們平常其實非常辛苦的在訓練 那也感謝我們所有的教練還有家長 還有老師一路的陪伴 讓他們才能夠在這麼辛苦的訓練當中 能夠脫穎而出 所以今天最重要來到縣政府 我給他們最大的加油鼓勵打氣 那未來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從國小國中的棒球隊到高中的棒球隊 我們現在麥寮高中的棒球隊一路延伸上來 那未來我們整個教練本身他們的這個工作 我們陸陸續續希望也能夠有機會 在資源的情況下能夠讓我們教練 能夠安心的來培育我們的孩子 在抖六棒球長跟魏全龍的合作 那他們也有很多的專業教練 那希望就透過我們這些專業教練 本身對我們雲林縣境內 35所國中小這些孩子來做培訓 讓我們開始在棒球的這路上 能夠更順暢 那也能夠拿到更好的成績 馬公共同 加油加油加油